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将非法移民和非法毒品交易作为征收关税的理由 川普在其中一篇贴纸中写道 我与中国就大量毒品 特别是芬太尼留入美国的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 但无济于是他声称与承诺相反 中国政府没有对这类毒犯判处死刑 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于周二 11月26日抵达曼哈顿五百街珍珠法院 就一中涉及将财产移交给两名被他诽谤的座自亚州 选举工作人员的案件举行听证会 朱利安尼预计将要求更换律师 法官预计将对选举工作人员向朱利安尼的一帅助手 发出的转票作出裁决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 周一11月25日表示 美国正在进序大努力推动泥巴暖停火 但警告情尚未达成协议 米勒在例行新闻法部会上发表讲话 有迹象表明外交取得了突破 四名泥巴暖高级消息人士称 美国总统乔拜登和法国总统 安曼·纽埃尔·马克隆 预计将在36小时内宣布武装组织 真主党和以色列在泥巴暖停火 米勒表示 该部门认为他们尚未达成协议 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大大缩小了分歧 但仍需要采取一些措施 他补充到 日级方程式赛车周一 11月25日宣布 已与通用汽车达成原则协议 支持通用汽车 海迪拉克成为2026年该项运动的 第11支车队 自由媒体旗下的X1表示 在业1于1月份进行商业评估 并做出决定后 他一直与通用汽车及其在Tuglober的合作伙伴 就参赛可行性保持对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